18岁的王猛玉能否打得过刘诗文呢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开场王猛玉和刘诗文的比赛 这是2020年的视频赛选拔赛 一个是年轻一点再一个看他整个打法风格还是比较对王猛玉的反手还是好 对对对 视频中黑系衣服的选择刘诗文出身在主一里 刘诗文是在2005年进入国家一队 但是像王猛玉主要还是靠他的这种因为他人个子比较高一点 照顾台面的比较大 刘诗文可以说是年少成人 在09年就获得了世界杯的女郎冠军 刘诗文的对手是199年出称的王猛玉 他是来自黑龙奖2016年进入国家一队 哦 漂亮 漂亮 刘诗文的打法角色进入速度为主 是比较小净的快广打法 你看一旦给刘诗文打到中台来了 然后可能王猛玉这种优势就 王猛玉他是新群在打法的代表中物 他的当榜有很高的一个质量特别是他的反手 第一局都比方很接近拿到了9比9平 王猛玉的打法在国平中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他的接法车主要是以领拉为主 这一点在女队中是比较少见 刘诗文是以四三比四一拿出来的第一局 截止到目前刘诗文是获得了五个世界北 一个视频下的胆打冠军 当时为国平绝对主力的刘诗文 却没有参加过奥运会的胆打 王猛玉先是拿到了第二局6比3的黑线 他这时候拿到了 哇哦漂亮啊 王猛玉他进展点的表现是反倒突出 次连续获得了全过还有视频下的打打冠军 王茂玉是以4比5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有手人这时候是通过速度去压着王茂玉 让王茂玉点拔不开手拔不上力 他也是想从王茂玉的中间正手突破 但是他的质量不 王茂玉是以1比6拿下来的第二局 他是大比分1比1平 王茂玉是以1比6拿下来的第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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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茂玉是以3拿下来的第一局 王茂玉是以3打下来的第二局 王茂玉是以3比6拿下来的第二局 这个时候的王茂玉只有18岁非常的年轻 而刘守文已经是26岁的老将了 看主力队那一局一输 他可能就算第二局赢了 你看小早这一局5比2的一些 然后尽管延早交了个赶紧 刘守文在第三局是你洗笔上能到了赛点 最后是刘守文敌从2比1赢了赢